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小说无疑是写的一个悲剧 不是喜欢这个别离 是因为爱情的别离 是吗 很清美的 很清美的一个故事 考虑到可能还有观众 没有读过这本小说 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基本的情节 这个小说呢 是我在2002年 在新疆行走的时候 听到的一个故事 当时挺打动我的 故事说的是一个 有一个侦察员 在这个非常年轻 也非常的有活力的时候 就别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 两个人没有见过面 就先通了电话 在通电话的过程当中 感觉非常好 相约的要见面的时候 这个男侦察员 就是接到了一个任务 然后马上就封闭起来了 然后这一封闭 就一个礼拜 在这一个礼拜里 他和女孩子 每天都通电话 感觉就非常好 就是好到两个人 甚至都有点海市山盟了 然后这个侦察员说 等我战斗一结束 任务一完成 我马上就去找你 在这个任务执行的前一夜 他的这个队长 为了让他们放松 就说咱们大家唱歌吧 然后他呢 就唱了两首歌 一首叫做 少年壮志不言愁 是献给他 这些警察的 便衣警察 对 献给他自己的 还有一首歌呢 就是叫做999朵玫瑰 叫爱情 对 然后他拿着这个手机呢 就让他的女朋友听 说这是献给你的 后来大家都在分享他的快乐 很浪的 都知道他在谈恋爱 但是第二天凌晨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为了掩护战友 牺牲了 牺牲之后 大家都非常难过 然后都知道 他有一个女朋友 没见过面 说要不要把这个消息 告诉这个女孩子 说如果万一告诉他 他自己 女孩子不承认怎么办 因为人家 毕竟没有见面 不承认是他女朋友 是吧 对 或者万一人家拒绝怎么办 后来想了想 说不会的 我们侦察员找的女朋友 一定是非常理解我们的 不管怎么样 又对兄弟的朋友 有个交代 大伙就一起去到 那个女孩子的单位 见到他 就告诉他说 侦察员牺牲了 当时那个女孩子就 就是泪流满面 就是嚎啕大哭 等到他哭过之后 他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 如果我认识的 不是一名警察 我这一生 不会有这么痛心的 这种感受 但是呢 我这一生的这种感受呢 是别人不能够领略到的 可能我将来还会往前走 我还会结婚 会生孩子 但是我这一生当中 所遭遇的 这一个礼拜的爱情 再也没有了 仅仅就一个礼拜 打了一个礼拜的电话 对 是真的故事还是新闻 是真的故事 这是我去新疆 在他的南部的一个 边陲小城市里 听到的故事 因为他的战友 把他当时牺牲的 那个场景的录像给我看 然后我们在一起 就一起看的时候 一起流泪 那你见过那个女孩子吗 我没有去见她 然后我就非常难受 当时我就决定 要写这个小说 是因为警察的身份打动你呢 还是觉得你这么短暂的 一个爱情 还是因为他没有见过面 而产生这么深厚的感情 的这个传奇性 都有一些因素 但都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我在 我自己是在 警察这个战线呢 就是工作了十几年 就对我的同行的工作性质 有着比较深的理解 补充一下 这个张希女士呢 就是刚刚转行 变成学者 此前呢 是做到了三级警督 在这个警察行业里 这本小说里头 那个沃迪警察的名字 就叫做爱山江 对 当然也有人翻过来说 江山爱 那个女孩叫安琪 就是天使的意思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取的这个意思 就是一种感觉 就很喜欢这个名字 一本 读书有用 就看你怎么读 就看你怎么用 我觉得这个形象也 集中了很多理想的因素 对 比较理想 你自己喜欢过 这个维吾尔族的小伙子吗 那倒还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运气 可能你有n多次 有这种劫难 实际上是这群人 他在保护着你 他化解你 你不知道 为什么把这个男主角 爱山江 设置成一个维吾尔族的小伙子 然后把安琪 设置成一个汉族的小伙子 对于他们民族 这个背景的设置 有什么样的想法 哦 是这样 首先呢 我碰到的这个故事 是发生在新疆 第二个呢 是我非常的热爱新疆 我出生在新疆 所以我对那片土地 有一种深深的情节 好像你是山东人 对 我祖籍是山东的 但是我出生在新疆 我对这个维吾尔族民族 他身上所透出来的 这种幽默 这种快乐 这种就是特别的直接 我特别喜欢他们的性格 当然我最最就是痴迷的是 他的音乐 是他的歌声 所以这个书里头 引用了很多这样的 维吾尔族的民族 对 我跟他们 好像有一种天然的那种感觉吧 艾山江这个形象 设得这么英俊完满 你自己喜欢过 这个维吾尔族的小伙子吗 那倒还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运气 我只能说是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 她在写这样的爱情作品的时候 应该是 她是一种女性的视角 然后一种女性的这种关怀 去写她的笔下的人物 那么我可能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本身就怀着一种很凄美 很柔美的这种心态 感觉这个形象也 集中了很多理想的因素 对 比较理想 又英俊 又聪明 又果敢 又敏捷 又忠诚 反正我个人比较 不管男的还是女的 我喜欢年轻 喜欢漂亮 喜欢青春 喜欢有活力 喜欢积极向上 安琪和艾山江都是 所谓的卧底警察 但大家对这个群体 还是相对比较陌生的 对 那您在不泄露国家机密的情况下 给我们讲一讲 这个行当的一些东西 我首先非常的尊敬这个群体 在我憧憬的这十几年里 有幸认识了这样一批警察 尤其是西部警察 我非常尊敬他们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个人活着的 我们追求就是快乐 追求我生活的更好 我的事业发展的更好 但是这一群人他活着可能 他要是有代价的 他这个代价就是可能 他的生命不属于他自己 他随时要为国家 要为他的事业 为他所从事的这个职业 要献出他的生命 就凭这一点 他能选择这个职业 我就非常非常的尊敬他们 而且我就希望 就是我们每天都在 享受和平生活的人 能够意识到 有这一群人 他其实是在跟你 经常跟你在擦肩而过 你并不知道他是谁 但他实际上保护着你 可能你有N多次 有种劫难 实际上是这群人 他在保护着你 他化解你 你不知道 所以我就是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 就是觉得有一种 就是内心有一种欠他们的 就觉得如果我不去写他们 谁写他们 那这个我们都知道 爱山家和安琪 这两个人物原型 来自于你听到的一个故事 那这里头还有很多反面人物 什么阿米娜 这样的制毒贩毒的头子 这些坏人 反面人物有原型吗 他是这样 你写一部小说的话 可能要去认识 形形色色的很多人 要去看很多素材 还要你用心去感悟很多事情 很多道理 那么这些人吧 不能说他都有原型 但是他可能是我这些年 对警察战线里的 很多人物的 和很多事情的一种提炼 我身边有了朋友 有朋友读过这本书以后 就说这本书 写得非常有风格 很有诗意 有的人甚至提到 是有点像俄罗斯文学 那种崇高的 悲悯的那种感觉 他说情节上 可能就略微差了一点 说这个也太巧合了 然后最后把爱山江 这个人就让他去牺牲了 这个女作家也太残酷了 你对这样的说法 有什么评论 因为我很高兴 就类似的评价 可能我也听到很多 就是也说到 我的这个小说 有像一首长诗 有点像前苏联文学的 就是那种很优美的 让人想到白话林 对对对 想到这些很抒情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我这一生 会写那么几部小说 这一部应该是我最用心的 最用心去写 最想去写 凯琳和铃声 读书有用 就看你怎么读 就看你怎么用 是不是很多有幻想的 或者说喜欢浪漫的女孩 她特别容易爱上金塔 也许有一天 等我们都老了 甚至等我们的生命都消失了 那么还会有人 要是看到这本书的话 知道在那个年代 有那么一群人 这书呢 很多人就会不由自主地 把这本书和您的上一本书 就是国家荣誉 在一起做一些对比 你就从创作方法 和引起的社会反向当中 他们两本书 有什么样的内在的联系 实际上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是2002年 本来应该先写这本书 我就压抑着自己 让我自己不去写 我就先去写了国家荣誉 因为国家荣誉 我觉得它还是 比较主权力的一个东西 爱别离呢 我认为是一个 这也是很主权力的 爱别离是一个 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我希望自己就 慢慢地去做 静静地去做 国家荣誉呢 可能它更大一些 宏大一些 这个爱别离呢 就是更阴柔一些 那读者呢 更喜欢你的哪一本呢 我不知道 因为 不好比是吗 因为国家荣誉 可能它的发行上 面上更多 就是再版了六次 因为这个爱别离 去年的9月底 10月份发行之后 到现在可能是再版了 他们出版社 给我保密数字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想应该 可能发行还可以 因为我收到很多的读者来信 写那个什么信息 就是反正我看网上 就是给我留言的很多 可能有几百条 所以我自己也挺 挺有一种享受感 那大家都是因为 就被这本书的 很多诗意的细节所感动 我想知道 在你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你自己曾经为哪段细节 最感动过 甚至哭过 流泪过 有那么三四处吧 可能是像写到 安琪和爱山江 快要牺牲的时候 去看他 然后翻窗户 就是进到他的屋子里 给他 给他就是 就是那个 喝掉他那杯水 然后那一段 我自己写的 还是挺难过的 因为我知道 这两个人即将永别了 当然在此之前 像安琪 对爱山江的这种痴情 就是这种专情吧 我也就每天 给他准备一杯水 非常在意 他说的每句话 甚至在出差的时候 给他的一个信息 就是千山万水 脚下过 一缕情思 真不脱 就是我写的这种女孩子 她不仅仅是警察 她本身 她是一个女孩子 是一个有着青春 萌动的女孩子 那我请教您一个问题 是不是很多有幻想的 或者说喜欢浪漫的女孩 她特别容易爱上警察 特别喜欢警察这个行业 比如小时候 她想到不受欺负 有安全感 正义 力量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从网上很多读者 给我的留言和读后感上 可以看出来 很多女孩子都喜欢 她本身就喜欢警察 那么她喜欢的原因 就是说 她自己女性 她本身有她的弱势 她弱势就要 有一种想寻求强势的 这种保护 而警察呢 无疑呢 给了她这种保护的条件 那么我写的这个爱山江 又是那么的优秀 那么的伟岸 那么的就让女孩子觉得 那个可以投靠 所以很多女孩子也动气了 因为我注意到这个 这一张你的照片上也是好 还穿着这个警服 这是我那个 因为就是去年9月份出的书 但是这本书问我要的时候 是去年的春节 我春节就去年下大雪的时候 就是北京下大雪的那一天 我记得好像是2月16号 我把它写完了 就写完的时候 才决定要调工作 你这么喜欢警察 为什么还要不当警察 脱去警服呢 是为了更有时间 更有空间 去写我热爱的这个群体 和其他更值得我去写的 那些人们和事情 好的 非常感谢女作家张希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做客 从我一个对这个卧底警察 或者说对这种 很传奇的恋情 不是很了解的人来说 这部作品带给我最大的感觉 就在于您在训言当中写的 就是通过这本书 我们知道了 这种另外一种特殊生命的活法 因为我们云云众生 我们平凡的人 我们所谓的没有从事特殊行业的人 都是另外又是一种活法 就是我们通过这种特殊的活法 知道了很多 在我们这个安宁祥和的社会背后 有那么多人在为我们默默地付出 我们这个所有的环境 所有的东西 应该更加珍惜才是 后面有很多人在我们默默地支持 我们默默地帮助我们 我们不知道最关键的是 而且他们之间互相交流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不畅通的 我觉得 比如说他爱山江和安琪 他也不能互相把所有知道的事情 互相交流 我写他们是因为你们没看见 我看见了 那么我看见了 如果我不写出来 我就觉得自己欠了一笔良心债 也许有一天 等我们都老了 甚至等我们的生命都消失了 那么还会有人 要是看到这本书的话 知道在那个年代 有那么一群人 曾经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安全 付出了那么 就是有那么巨大的付出 我觉得我就足够了 尤其我们内地的人民 就是知道这种事情比较少 所以我就尤其觉得 应该自己把它们写下来 作为一种见证和记录吧 张希看到了 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 然后把它写下来了 我们再不读 也好像不太应该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 《爱别离》小说很有意思的 谢谢张希 非常感谢 谢谢您读我的书 读书有用 就看你怎么读 就看你怎么用 读书有用 最新图书的